关心到是三环三线是新北市长朱立伦重要的政策牛肉 但是炒了这么的酒呢 这个完工日始终是遥遥无奇 台北市捷运局呢 在今天早上呢 是举办了捷运万大县的动土典礼 就遭到外界质疑 这个实际的进度根本不到5%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喊话工程进度 要加快一些 等了好久 万大县再举行动工典礼 台北市长柯文哲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共同出席 不过早就不是第一次动土开工 让柯文哲也有点受不了 捷运工程局的工程品质都非常好 就是速度太慢了 所以其他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就是动作比较快 这个时间点很敏感 好像柯市长在帮我们知事长选举 造势一样 所以要谢谢一下 不甘失落开玩笑亏柯文哲来助选 让现场似乎闻得到浓浓火药味 让柯文哲有点尴尬 动风典礼自然是两次合作的 盖台就来了 事实上因为捷运万大县 第一期计划工程就分三阶段进行 早在2011年就开始动工 包括去年选前 加上这一次再举行动工典礼 但却被踢爆 实际进度不到5% 已经开始动工了 不过完工日期 我们算一算好像还要蛮久的 所以还是速度快一点的 就是希望工程能加快脚步 因为捷运万大县 管船双北 从重镇纪念堂出发第一期 总共9.5公里 第二期则延伸到土城和回龙站 不过光第一期施工 预计107年才完工 想解决双北庞大的通勤车流 实现三环三线 恐怕还是遥遥无奇 欢迎订阅朱家松 吕佳恒 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